這個來自密蘇里州的幸運家庭 媽媽Cindy失業一年 而52歲的爸爸Mark就任職肉品工廠技師 有三個兒子和一個領養回來的中國籍女女 一夜之間由無欲遊民變成億萬富翁 Cindy說知道中獎時差點心臟病發 基爾夫婦決定一次過領採購稅後 近一億二千萬美元的獎金 暫時先計劃去旅行 和一輛紅色的私家車過一個開心的聖誕 而他們都不忘做善事 或之後會領養多一個小朋友 又會幫親戚的兒孫交大學學費 確保大家人人有書讀 基爾夫婦是在迪爾邦郊區的一間石油站商場 用了10元美元就買到中獎的超級彩券 至於另一個來自阿里桑立州的幸運兒 到現在都還未現身 香港歡迎電視記者葉永賢過